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新入职的公务员都签署声明或者宣誓拥护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 和向香港特区政府负责之后 我觉得已经清晰了很多 最近我们出了公务员守则 其实我在记者会也有强调这一点 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不遵守我们一向的行为准则的事 所以我们才要出这个守则 而是我们觉得这个守则第一次在2009年 出了到现在都十几年 我们觉得都是时候要将它与时并进 也都回应社会对公务员更加高的要求 是做一份更新的守则 但是公务员都是市民 都可以理解的公务员个人对于政府的一些政策 都是会有一些个人的意见等等的 我们就提醒公务员守则里面都有讲到 不要让人误会他的意见 是代表官方的意见 不要让人将他的意见和他的公职扯上关系 令人误会他这个公职人员 或者是他代表的部门 或者是他代表的职系 在处事上面会有一些偏袒 会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或者是会令人觉得公务员 或者对公务员他代表的一群 那个秉持的核心价值等等 是会有怀疑 我们其实初步收到的反应都是正面的 也都有几个公会发了声明 当日都已经发了声明 就都欢迎我们做了这个更新版的守则 初步收到同事都觉得 这个更新版的守则 其实是明确地更加详细地 讲了公务员的行为守则 应该是怎么样 令到大家都有一个依询 其实关于这个守则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都有一些在公务员的工作态度方面的表述 例如我们在公务员的专业精神 在他们的团队精神 要以效益为本 这些我们今次就是详细讲了很多的 第一是市民的要求 市民的期望 也都让公务员同事能够清晰地 或者更加清晰地理解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应该保持一个怎么样的态度 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积极性 去做他的工作 同事不能够逾越某一个界限 逾越了我们是会有后果的 我们是会处理的 这个守则不是就这样摆在这里 我们在我们日常的对公务员的管理 我们都真的会应用下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